那么从内底上说明 那么三体式为什么有办法接触三体式 在三体式的过程中 你这个动作都做好了以后 内边它要有一个称霸 通过丹田腰跨 两肩都练活了 然后一斤一股细腿 然后在这 比如说在这 你就这么在 它就不出功夫 那么你把这个枣子带起来 踏外就都踏好了 踏外 然后看这个肩膀 掉 撑出去 后手一压得了一撑 围住一坐 那这不就是一斤的吗 一斤斤吗 然后越练筋骨越出 然后呢筋骨里边都各种扒开了 丹田也回巢的 那么将来才能在这个位置 才能练筋大人吗 这不就三个式吧 那再到后来 到安静了 到那啥的 你看有些劳务组家 猎拳 他已经不是三体式了 他已经不是三体式了 他就这么大 你看 他已经不是了 但是 但是他没有三体式强大的基础 他做不出来这个东西 他做不出来这个东西 你看这一拆几劲就踩到前脚 他做不出来 说得出三体式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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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